自俄罗斯徽兵入侵乌克兰后 从先前的布查惨况到轰炸儿童医院 以及车站大屠杀 种种画面都震惊全球 俄军惨诊暴行庆祝南书 现在乌克兰当局也将针对相关战争罪行 进行调查 根据乌克兰官方统计 自开战以来 俄军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就多达5000多起 不仅屠杀手无寸舔的老百姓 更传出多名妇女遭性侵 乌克兰检长总长办公室调查员 深入全国各地和防空避难处 搜集罪证 要把俄军送上国际法庭 逃离家乡的乌克兰人也挺身作证 描述俄军暴行种种细节 希望能替受害者讨回正义 画面上证明不查幸存者就表示 自己在协助伤者回家后 目睹民众遭射杀 直到现在内心还无法平复 但面对指控 普丁依旧不闻不问 透过发言人否认到底 CNN就拿普丁和希特勒做比较 直言俄罗斯只会走向失败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乌克兰人愿意出来作证 官方跟架设网站尽可能搜集证据 要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但乌克兰百姓所经历的伤痛 可能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抚平 三里新闻这条报道